黄耀师的师父是谁 此人武功极高 连扫地僧也要忌惮三分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已经发表 立即引来了读者们的强烈反响 在金庸偶心力血的打造之下 憨厚善良的郭靖 古灵精怪的黄蓉赫然跃于至上 此外 让我们记忆犹新敌 当属射雕时代的武爵了 当时为了争夺九印真经 诞生了以中神通王重阳为首的 东邪吸毒南帝北盖 他们武人被江湖中人称之为武爵 武爵里属王重阳的年纪最大 他的内功也是最高 在华山之殿 王重阳凭借先天功力压群雄 从而夺得了天下第一的称号 黄耀师则是武爵中年纪最小的那一位 但他的武功修为仍不容小觑 要知道 当年王重阳可不能轻松碾压其他四爵 而是历经了七天七夜的激烈角逐 这才在群雄之中脱颖而出 可见 王重阳的武功只会比东邪吸毒南帝北盖略高一些 而黄耀师的各项综合指数 也和欧阳峰 洪七公等人相差无几 细看过《射雕英雄传》的朋友会知道 武爵的武功都有迹可循 欧阳峰来自于白陀山庄 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源自于丐邦 一灯大师是大理断师的子嗣 王重阳年纪最大 依仗道家典籍和自己的天赋自创了全真教 唯独黄耀师的师承来历让人浮想联翩 黄耀师年纪最小 却是武爵中最多才多亿的一人 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还对秦七处画 五行八卦 奇门遁甲都破为精通 至于武功修为 黄耀师也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他的弹指神通 避海超声曲 乃当时一绝 这么一位文武双拳 射击领域之广的奇才 我们很难相信 黄耀师是无师自通的 也就是说 黄耀师的背后必定有一位造诣极高的寿衣人师 否则年纪轻轻的黄耀师 如何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刺成一脉 成为明洞江湖的武爵之一 比着通过观察比较 发现黄耀师的武功和天龙时代的逍遥派极为相似 周先 逍遥派极其看重颜值 传人都以俊美儒雅著称 这和黄耀师的外貌相符 逍遥派极其神秘 不会让外人知道逍遥派的存在 这也和黄耀师孤僻清高的气质极其相符 其次 逍遥派对秦七处画 医疗炼丹以及五行八卦都颇有研究 这也和黄耀师的兴趣爱好十分贴近 此外 逍遥派的轻功讲究行流水潇洒飘逸 而黄耀师的轻功最为赏心悦目 一景施展 犹如腾云驾舞罗瓦生辰 至于黄耀师的其他武功更是有迹可循 黄耀师的暗器复古针未有剧毒 一旦被复古针击中 中毒者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被折磨一两年后才死去 像极了逍遥派的生死符 而黄耀师的兰花符学手和弹指神通 似乎是逍遥派的天山折眉手演化过来的 落营神剑掌 碧波掌法 似乎是天山六阳掌改良而成的 如此看来 黄耀师的师臣和逍遥派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趣的是 金庸还在新修版射雕英雄传里 为黄耀师的出生增添了这么一个关键信息 原文学道 黄耀师是在云南丽江出生的 他从小就读了很多书 又练成了武功 从小就祖骂皇帝 说要退倒宋朝 金庸为何要提及黄耀师的出生地云南 只因云南还有一位逍遥派高手段玉 我们知道 段玉在神仙姐姐面前 磕了一千个响头 还立志要攻神仙姐姐去侧 行了拜师之礼 又学了逍遥派的北明神功 段玉自然算得上是逍遥派的传人之一 而且根据段玉的历史原型来看 他可是活到了1176年 此时黎王重阳逝世已经过去了七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活到射雕时代的段玉和黄耀师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 可以遇见的是 段玉到了晚年帝位为僧 踏上了云游四海之路 段玉刚走到云南丽江 纠歇后了年幼的黄耀师 段玉见黄耀师俊美聪明 于是将一身神功庆党相守 只不过黄耀师无法凝聚到魂后的内力 以至于那门六脉神剑没有炼成 此时的段玉已成了一位老人 他的武功有多高 笔者认为 就算是天龙第一人扫地僧也会忌惮三分 段玉下了邵氏山之后 在枯井里将揪魔智的一身内功吸得干干净净 当段玉出现在燕门关和辽兵大战之时 金庸给予了段玉一个极高的评价 原文学道 段玉在得到揪魔智的毕生修为后 魅力之强 一是镇骨朔金 他那凌波微步施展开来 辽军将士如何阻拦得住 二十几岁就有了镇骨朔金的武功修为 待段玉到了晚年 他的境界岂不是更加匪夷所思 倘若扫地僧尚在人间 他都不敢小觑段玉射出的六脉神剑